那追老婆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确实不谈 我不爱谈感情 你发现了吗 当然啊 我不爱谈 那女生就好奇啊 对 当然觉得谈感情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这是两个人的事 你不能一个人说 说的它会怎么样吗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不好 你怕自己说说话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不好 这是两个人的事 不要一个人在那里 累不累啊你 我不累啊 我其实不累啊 我只是当着镜头谨慎 真的 但你现在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镜头下 但这也有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心里 其实是有这个准备 或者说 有这种 不做艺人的想法 就是一直都有 我开玩笑 我应该跟康哥开玩笑 还说 说等我将来不红了 或者什么原因 不做艺人了 我肯定要做一个 那个 单口的专场的演出 就叫误入以后的圈啊 我一定会去看 对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长这个样式 你到底是因为你有名 还是有钱 你为什么长那么漂亮的女朋友 我看那照片太漂亮了 是吧 是 我看那有人发了一套照片 放到我的微博底下 我就看到那套照片 就跟我提 你问他 为什么他能长那么漂亮的 谢谢 没问题 你没回答我这个问题 没有就是 你怎么骗到手的 因为你运气好啊 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你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回答你 我就问你这个问题 我就问你这个 这个 不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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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是你不会讲 还是害羞 你是为他留面的 是为你自己留面的 我也为他 他为他 好好感觉 那我就不追问 但你是主动追求的吗 他因为现在成名了 我发现他昨天 我昨天跟他提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这么年轻就成名了 我说不要膨胀 后来他说 对 我很谨慎 但我觉得你太谨慎了 对 就是我有网友跟我提一件 就是就跟我讲 他说你现在讲话没有 以前放得开 你刚刚出道的时候放得开 很多粉丝 你的粉丝 网友们就喜欢你以前的那种状态 觉得我觉得你应该发言 就像我一样 我都出名之后 歌舞基丁出名的 我老要隐瞒我以前 拿过课那一段经历 就不好玩了 这看着好扎实 这是六个小时 做出来 而且还四十方方的 不变形 这是扎实 其实小木哥也很谨慎 他很聪明的 有江湖人 该说不该说的 反应很灵敏的 过去聚一些工啊 跟谁打招呼 这就是谨慎 他要照顾那么多人的情绪 出现在一个场合 出现那么多人 每一个都定名片 照顾每个人的情绪 这就是谨慎 大家对歌舞基丁 就有很多的幻想 幻觉 其实就是江湖 这个东西 跟人交道 会能帮助别人 可以围住这些 维护这些朋友 这些关系 这才是江湖 我今天也六十年了 好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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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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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的话 没事 生一个人 小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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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李大 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 我们家老婆 街坪 整路下里面 这是李大 前妻 前妻呢 前妻 前妻 给我借一个评 发到我们湖南菜馆的群里面以后 然后还在百度上把他的简历 其实我跟他没话讲 他也不愿跟我讲 他表面上是跟我们家服务员在讲 其实是想告诉我 他多有名 就是赵琪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到上海来跟我聊天那天 我都觉得赵琪都要难受死了 因为赵琪是非常骄傲的人 我能看他第一眼就知道 他完全不能理解 我到上海跟一个喜剧演员 还是什么这种明星 一个小孩 应该不会 不不不 他就是觉得 跟你聊这个干什么 他坐在这里 在拍什么啊 我在拍 手头在拍什么? 方便说吗? 题材 我一直在拍一个 一个叫郭川的人 郭川是 中国 第一个单人 不见断航海的一个 我知道他 对,然后前一时他在海上就 其实五公里就死掉了 是啊,这是少数突破的 这个世俗偏见的一些人 他终于可以相对 其实已经不是相对 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的一群人 很惨 很惨 自由是不到的 同时下场 很惨 所以自由是很有代价 对 你能认识到 就是 就是 这个自己配不上的民生这一点 我觉得对于 一般人都是很难的一件事 很多人 很多人 这 你无福消受的 其实 暴得大明是什么好事吗 都不是什么好事 你硬 找一些自己配不上的荣誉 虚荣 会害死人 这个东西都会害死人 来了,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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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人家 但是还是很多人 很热闹的店 太妙了 好 好 只要我想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做 我不管你要怎么看我 说服我自己就可以了 嗯 我不要去说服别人 我不想去跟别人讲什么东西 嗯 自由了 对吧 我知道你很欣赏 但你应该过不了吧 过不了 我没有这个勇气啊 自己要想得开 嗯 那你的快乐是什么呢 我的快乐 你觉得我快乐吗 好 但是我心里其实是有 有这个准备 不做艺人的想法 艺人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装彩票 100万给你了 你又花完了那天 但是我也没必要把它扔了 对不对 你明白吧 我的谨慎就是这个 你在这边学习啊 是啊 赚钱就是 赚钱就是 赚钱的目的就是 可以为了赚钱 赚钱的目的就是 可以让你做到有些钱 不用去赚了 我真不觉得我不自由 我只不过是 我享受我能复 在这边是什么 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做到的 你那么多好 再说 我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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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